你知道吗 原始席变停更了 没错 老卡的又一款持续运营类游戏记了 咱们卡师傅近几年虽然进步明显 旗下大作基本稳定 销量口碑双丰收 但在服务型游戏领域 那就主打一个见了黄河也不死心 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跌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数次 就像是看着学霸打游戏的脑溢血操作一样 这何尝不是一种反差萌呢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盘一盘 卡普空在持续运营类游戏上栽了哪些跟头 本节目由UCG提供 在经历了生化五六以及幻雄式行动的多人模式后 卡普空似乎对PVP生化充满了信心 在系列20周年纪念之际 主打快节奏PVP的安布雷拉军团应运而生 由此也踏上了生化危机PVP的不归路 游戏发售时 除了给36分的发米通 差评可谓是铺天盖地 缺乏系列的特征 玩法与受众不符还卖30美刀 许多玩家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玩 它在日本首周销量不过一万 发售不久就已经鬼服 而它玩法上最有趣的设定在于 地图上有许多中立的变异生物 你可以破坏敌人的丧尸干扰器 使其成为怪物们的目标 也可以像浣熊士行动那样 抓住丧尸当肉盾抵御攻击 这一设定确实有趣战术 但其他方面 把PVP设计游戏的坑踩了个遍 它没有服务器 是P2P连击 平衡性差 设计手感差 视角诡异 UI和场景混乱 人物跑起来动作僵硬 但速度又极快 就像踩上了滑板鞋一样 因此它也被冠以了滑板鞋小队的名号 更致命的是 地图的拐角又特别多 聪明的玩家应该已经意识到了 这必须玩喷子和进阵啊 等你在掩体后架好枪 诶 猜猜我的喷子到哪了 而充能后 可以一击必杀的丧尸稿 更是直接摧毁了游戏环境 一切枪械在它面前都暗淡无光 整个游戏的对抗 只体现在丧尸稿稿对拼的反击系统 极度不平衡的设计 让玩家无心钻研战术和技巧 诶 那不是还有单人剧情吗 它只不过是把PVP拆开了的教学模式罢了 寥寥无几的剧情 也只是以文字呈现 为数不多的惊喜 就只有威斯克配音演员的声音了 但八年后再回收 也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彩蛋吧 或许是忍受不了一个人的寂寞 在笼质信条资料片大获成功的同时 已经有非常多的粉丝 渴望能加入多人模式了 毕竟和真人激情碰撞相比 游戏里的你 而卡普通可真是不含糊 说错咱就做 融资信条 online真就整出来了 全球粉丝发来喝点 诶 等等 不对啊 怎么只有日本IP才能玩啊 我没上车啊 也难怪这游戏就慢慢的凉了 一个西方题材的角色扮演网友 日本玩家自己不算太感冒 其他地区的玩家想玩却又玩不了 完美诠释了 汗的汗死 唠的唠死 只能说制作团队有他自己的想法 不过基本游玩免费 仅靠道具收尾 那确实还算是比较良心了 别说玩家了 制作团队自己都不知道从哪里挣钱 尤其本身内容就不多 赛季更新还是一年一等 当然玩家也不用等太久 毕竟这游戏第三赛季就已经到头了 赚钱赚不动 更新更不上 玩家玩不到 那我们为啥还要接着做呢 对啊 关了赚了 话说回来 跟开服一年多就停运的龙之信条使命相比 昂赖你已经很棒了 龙战士首作发售于1993年 是当下动作天尊卡普空旗下最知名的RPG系列 没有之一 这个系列在第四作迎来了巅峰 虽然无论从评价还是销量来看 和最终幻想 《勇者斗鹅龙》这种一线大作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但凭借着主角能变成龙这一独特设定 他依旧获得了不少玩家的青睐 出乎所有玩家意料的是在2002年发售了系列第五款作品后 龙战士便销成匿迹 系列粉丝只能苦等续作 结果这一等就是14年 而等到新作发售 想必所有玩家脑海里浮现出了同一个字 这个套着正统作序号的所谓系列新作 实际上是一款克星手游 或许看到这里观众可能会认为老玩家愤怒的点在于 自己心爱的系列变成了手游 然而即便是作为一款手游 龙战士6依旧是不折不扣的一妥 作为动作RPG 角色动作僵硬 战斗系统单一 玩法无聊透顶 剧情更是和系列毫无关系 要知道2016年出品的手游里 可是有宝可梦够和超级马利欧跑酷 而这游戏的品质甚至还比不上在它一年前上线 粉丝边骂骗钱边玩个不停的F9 一款为了骗粉丝前而推出的手游 品质却低到连粉丝都不买账 龙战士6的最终结局可想而知 这款游戏上线后获得了呼天盖地的差评 在日服的谷歌商店里 它只获得了1.7的用户评分 最终开服不到一年半就宣布了官服 凭良心讲 抵抗在发售之前还是比较受期待的 游戏主打黎明杀机式的非对称竞技玩法 四名幸存者合作逃生 让人想起了经典的生化危机爆发 而一名操纵者则是要想尽办法阻止幸存者们逃脱 不仅可以用打拍的方式设下重重障碍 充当阴间关卡设计师 甚至还能操纵暴君 G等经典怪物大杀四方 哪个生化粉丝能不心动呢 然而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抵抗刚上线就被淹没在了一片差评之中 平衡性糟糕 容易滚雪球 玩人被鬼秀 玩鬼被人溜 毫无匹配机制 这些都还算不上什么 它居然还是没有自己的服务器 这直接导致了游戏的连击体验 奇差 外挂猖獗变地 在讨论好不好玩之前 它能不能玩都是个问题 再加上生化三重制版 因为流程过短 内容太少导致销量并不乐观 与之捆绑发售的抵抗 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却反而因此更加乏人问津 面对如此的天风开局 卡普空也没有就此躺平 他们为了抢救抵抗所做的努力 包括 更新了多达一名幸存者角色 吉尔 更新了多达一名操纵者角色 尼可拉 再就是千奇百怪的皮肤 什么圣诞老人丧尸 黄金丧尸犬 这倒还是深得服务型游戏的真传 最终 在正式上线仅仅半年后 当年十月 抵抗就停止了更新 从此江湖上只留下了他的一则传说 黎明杀鸡里的生化危机角色 比生化危机抵抗里的还要多 在服务型游戏这条路上 卡普空坚持着无无自真理 试试就试试 什么类型都想掺一脚 于是乎 他们在2019年 推出了一款名字还不太好读的 卡牌对战游戏 Tappen 卡普空深知 树叶有专攻 找来了治龙迷城的开发商 刚后强强联合 刚后负责开发 卡普空负责IP 什么龙单挑熊火龙 亚瑟大战八尺夫人 利昂和雷吉娜并肩作战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看不到 同人都不敢这么写 而作为卡牌游戏 本作玩法万别不离其宗 英雄技能卡牌费用 攻击血量一个都不缺 但在核心的战斗上 整了个活 那就是计时制 有点像皇室战争那个感觉 五分钟一局的快节奏对战 可以说是本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相比其他开服 就约等于官服的同事们 Tappen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屏幕前的你 大概率都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 它的热度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官方YouTube播放量最高的视频 是游戏的开服预告片 事后的视频少则数百 多则数千 找到的玩家社区更是少之又少 难能可贵的是 官方其实并没有放弃这款游戏 新英雄和卡包的更新非常稳定 并且在2019年到2022年 这四年间 每年都会在日本举办一次 全球锦标赛 不过 姑且不说只在日本举办的比赛 哪里全球了 比赛奖金也如同游戏的热度一般 节节下降 奖金池从2019年的5000万日元 一步步缩水到了2022年的110万日元 2023年甚至直接停了 如果说有什么它是比视频里的 其他并有强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官方还没有放弃吧 随着怪物猎人世界的暴火 卡普空觉得是时候又开一款手游了 眼下市场上二次元手游的生意正是火热 于是这款怪猎二友便诞生了 怪猎骑士的设定 沿用了物语系列的人龙共生 简单来说 就是不仅要剥了怪物的皮做衣服武器 还有把他们的子嗣当帕鲁奴役 玩法则基本照搬了隔壁的宝可梦大师 就是人和怪物都能提供各种主动和被动技能 通过研究各种搭配组合来过关的回合制RPG 做手游的第一步自然是降低门槛 为此本作删架了物语中最好玩的地图探索和因子寓程 猜拳战斗也改成了手游中常见的属性相克 核心设计更强调挂机刷本 度过开荒期后 只要配好队就能让你的手机帮你玩游戏去了 那我呢 我玩什么 抽卡方面 卡池里只有角色怪物靠干活动素材来兑换 没错 物语里的摸蛋也被砍了 其中最高稀有度的五星角色出率高达5% 而且官方送的福利也算慷慨 听起来是不是挺良心 不过策号玩的是快速迭代环境的套路 上个卡池好不容易扬起来的角色会被当期UP光速淘汰 UP出率则只有可怜的0.75% 并且不设天井 好家伙 原来在这里科学养猪是吧 而且作为一款手游 它实在是太没竞争力了 2020年的二游早就已经卷得飞起 而怪力骑士倒好操着Game Freak级别的演出水平 随手套了个回合制RPG的皮 就直接摆上桌卖了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对于不关注怪力IP的玩家来说 这就是一款会被自动忽略掉的路人游戏 在上线首周后 活跃人数也是只减不增 偏偏这时候运营还搞起了骚操作 想通过重甘活动连发来曲线旧游 知道好 本来玩这游戏的已经是提纯过一次的怪力结晶粉 大家平时有空也更乐于去玩主机挣作 手游本只打算用来填充碎片化时间 现在给你每周都来个疯狂挂机星期四 那只能是物极必反 玩家数量加速流失 最终却是人才两空 好消息 陆客人出新作了 坏消息 是重客手游 老实说 作为现今日渐时为的老IP 陆客人出课金手游 各位老玩家起初也是理解的 毕竟业界里也不乏先赚奶粉钱 再赚续作的先例 而陆客人XDive就是这样一款手游 乍一看玩法还是以前那套横板动作闯关 但实际玩过才知道有多拟天 先是违背组讯的加入了类似X7的自动锁定系统 再亲切的给所有角色都加上了二段跳 最后把附客原作的关卡切得稀碎 大幅降低难度 这一套操作下来 系列以往的硬核体验荡然无存 变成了一个只要练度够高 就能无脑打的爽游 而在单击关卡体验被摧残的体无完肤后 留下来的玩家只能到对战模式上找乐子 可惜这游戏的PVP又主打一个毫无平衡性 加小霸王服务器 再加上全程还有个箭头给你实时透出对手的位置 于是在实战中 你就只能看到两个顶着近100毫秒延迟的玩家 在地图里如何依靠自动锁定隔墙赖强力子弹 新手经常被老司机打个一脸懵逼 也是家常便饭 受到课金手游 自然离不开卡池 他采用了玩家深恶痛绝的角色武器混池 最高细有度S级角色暴率1.5%武器3% 想要天井自选需要攒够250抽 主打的就是一个多UP混沌池 没攒够一景最好别来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懵了 多个人还要抽武器 炮不是都长在手上的吗 这就是X大夫的创新之初了 为了让导航员和各种Boss都顺利成为可玩角色 本作中的所有角色都可以额外装备远程或者近战武器 于是你就能看到揣着物枪射爆一切的杰洛和挥舞光剑的爱丽丝 天哪 我怎么会做这个样子的梦 看到这 相信各位对本作的卖相大概心里也都有数了 高情商还原神作 地情商只能吸引到老灯武 玩家基本盘本就不大 因此就算卡不空 后续想要通过联动自家热门IP来盘活游戏 自然也是无济于事 怪猎 结霸 鬼气 全明星轮番上场 也依旧没法挽回本作持续低迷的流水 最终在2023年6月7日迎来了官服 那么问题来了 给XDef买了这么多 现在官服后我们的星座该来了吧 在抵抗已经证明了捆绑销售不是个好主意的情况下 Reverse不但与升华8捆绑 而且附赠了放置Play 买了8代的玩家看着库里的Reverse 玩不了 因为人家测试后回炉重造了 延期多久呢 整整一年半 重造后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加了通行证 这下不但吃了负面口碑又完美错过了8代热度 还没发售 棺材板就已经定死了一半 等到好不容易上线 游戏又用评级的内容和抽象的更新 光速把自己另一半棺材板撼上了 六人乱斗 人死了变怪物 怪物死了变人复活 创意不错潜力不小 但一共就两张地图12个可用角色 你还没来得及发现它不好玩的核心问题就已经玩腻了 而且它又没有服务器 这还不算是最抽象的 虽然咱们底子差 但可以加图加角色啊 上线三个月地图数量暴增50% 加了足足一张新地图 人类角色狂更五个 琥珀眼 仙齿 迎并 夜豪 冰爪 你说它懂生化吧 它竞格着更新十八线冷门角色 你说它不懂生化吧 它竞格着更新十八线冷门角色 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战 Reverse就这样一通折腾把自己愉快送走 哦 别误会 人家还没停服 只是凉透了 我们觉得开机甲大战恐龙很酷 伴随着这一构思而诞生的就是原石西变 有一说一 它的游戏素质其实不能说有太大问题 机甲大战恐龙的概念确实土土的 也劝退了许多不感冒的玩家 但实际体验下来也并不会那么无聊 操作手感什么的都挺不错 各机体间的环境平和也维持得相对稳定 人家甚至还有自己的福气呢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 或许要让这神秘的游戏模式和节奏来背锅 它的主要玩法是PVPVE的恐龙生存战 十位玩家分两对比拼 第一阶段需要双方沿固定路线清理恐龙 第二阶段则会随机出现各种任务目标 可以是PVE也可以是PVP 但就算选择PVE模式 也依旧无法避免和对方竞速的对抗 同时还存在落后方可操纵BOSS前往敌方阵地搅局的机制 还是需要和对手比拼 而为了战斗爽 选择了PVP模式 又会是打半天恐龙 才能奖励你对战一小会儿的诡异体验 全都要的后果就是得罪全部玩家 只想PVP和只想PVE的玩家都玩得不痛快 直到最后一个赛季 才加入了可以自选规则的自体体赛 但也需要邀请朋友组建房间才能游玩 不是 你早干嘛去了 游戏节奏方面 提升等级后不但可以解锁新战架 还会逐步解锁新恐龙 以及地图第二阶段规格等元素 但这些的要素解锁要求是完全不透明的 你很难知道自己要体验多久才能迎接新东西 就算解锁了 在开始游戏前也无法选择具体游玩规则 不少玩家可能在前期就因为 竞随机到前期内容导致体验单调重复 直接选择了推坑 最近他也终于迎来了一周岁的生日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终于是被送往了火葬场 自此之后将停止更新采集 虽然卡普空在持续运营上节节半退 但至少还没有影响到正作的质量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只可惜了那些曾经在游戏上投入时间的玩家们 各位玩过以上哪些游戏对他们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也还请各位点赞收藏关注 未来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在等着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